当我们思考什么叫罪的时候 我们发觉罪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事物 它不是一些本质的存在 它不是一个存在的物件 它却是一种事物受亏损的状态 特别当人性受亏损的时候 就仅有一种所谓罪的状态 人性受亏损是什么状态 就是人的灵性 本来是要与宇宙的完美上帝 发生一个爱的彼此相关的关系 但当爱关系断绝了的时候 就进入一种人性和上帝不能沟通 人一隔绝上帝就开始封闭自己 自我中心形成原本的善的亏损 当灵性一封闭 人性就开始用它的理性 如果他不认识上帝 他很可以去发展武器 去杀人 或者用他的思想智慧想想 如何陷害其他人 甚至又会破坏大自然 来满足人的需要 所以当人性原创的善受到亏损 他就会进入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 和神的关系破裂 这就叫做原罪的状态 原罪不是一种原始的恶 原罪是一种和上帝的善断绝 形成的关系破裂的状态 这就叫做一种隔绝的状态 正如圣经的西书说到 人和神的隔绝 当时人神隔绝 人性的善原本是无穷的追求上帝 但他没有了上帝的时候 他那个无穷的善的能力 就转移去追求有限的事物 例如人的灵性本来要追求上帝 但和上帝的关系 他那个灵性的爱 就转移无穷的去爱自己的权力 去爱自己的名誉 因此就形成一种去追逐名誉的金钱 的权力 或者只是爱自己 爱自己就自我中心 变成了骄傲 追逐其他的就变成了贪婪 自私 贪婪 骄傲 种种人性的丑恶 是由善的扭曲而产生的 因为他的善和上帝断了关系 所以他会无穷去追逐现世的事物 或者无穷去追逐自己 当他无穷去追逐现世的事物 他就将现世的事物化为偶像 偶像就是一些本来有限的事物 但你把它当作无限 本来是可扭坏的事物 你当作是不可扭坏的上帝 当人将钱当偶像 他就无穷追逐钱 当人将权当偶像 他是无穷的追逐权 钱 权 名利等等的事物 让人无穷追逐的时候 人就会用他的理性 发出很多的诡计 是怎样可以得到他自己希望的事物 因此人间就进入很多冲突的状态 当人一迷执世上的事物 而要执死要得到这些事物的时候 其他人同样有这个迷执 大家就一定会产生冲突 所以人会争权奪利 人间的恶就由罪而形成 罪本来就是一种 人和永恒断关系的状态 人失去了和永恒的爱之间的关系 但当这个爱关系断绝 他就变成无穷的 将现实的事物 变成神在追求 因此又和其他人产生种种的冲突 人间的恶就是由罪的状态 以至善被扭曲而产生的 上帝创造人 原本是善的 但善的扭曲就形成恶 恶的力量为何这么大呢 因为善的力量是无穷的 但善的力量无穷又被扭曲的时候 他以无穷的善的力量去追求这些有限的事物 于是他就会将这些极有限的事物 当成无限的神 因此就产生种种的真名奪微的冲突 我们可以看到人世间 这个所谓本罪就是所谓恶 是由善的扭曲而来的 中国文化很肯定人性是善的 其实基督教同样都是承认 中国文化所说人性本质是善的 因为上帝创造人是有灵魂 而且人是有各种未善的追求 但当善扭曲而追逐现实的人 又以善的无穷能力去追逐 以至有无穷的冲突 这个善就变成恶的动力 当恶的动力来自善的时候 这个世界每个人行恶都以为自己是为了善的 很简单 一些人爱国去侵略其他国家的时候 他觉得是为了善的 当德国人在第二次大战侵略其他国家 当日本人去屠杀中亚的时期 他觉得有一个伟大的善在后面 因为他在爱他的国家 但爱国的善帝就会成为罪恶 因为国家不是上帝 用无穷追求上帝的爱 去爱有限的国家 国家成为偶像 于是便成为罪恶 爱国便会变成罪恶的动力 所以真正的爱 应该是爱得其分 而不是无穷化 将你爱的对象视为神 如果一样东西 能够按其应有的位置去爱他 他都很好 但你一扭曲了 无穷化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